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护国神山背后的造山者 有非常多台积电特别是盖场的一些供应链 其实呢在这个台积电往海外布局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说是背后很重要的推手 而且呢都是台积电的好伙伴 也跟着台积电吃香喝啦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护国神山的造山者 好那么这家很特别 这家呢叫做彭义 那他做什么的呢 代理的是半导体设备起家 那现在呢就是你去盖半导体厂 哎呀你就可能得要找他 好那么他的并购战略 让他打进了台积电的供应链了 那现在营收呢屡创新高 这些跟着神山在旁边 帮助他的所谓造山者 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办到的呢 施东哥 没错我们现在讲一下彭义 彭义他这家公司呢 他其实目前主要的 包括说像一些部分的化学品的代理 另外一方面来说 他要做一些私事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制程 另外还有气体的供应 他主要是这些 那他当然是跟着台积电这些晶圆厂 在进行设厂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他的这个总经理叫马卫 那他成立的时间是1997年 他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台积电才上市三年的时间 那当时联发科当年才成立 另外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技术 是英特尔的250奈米 当时英特尔是打遍天下 他们说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前途茫茫的感觉 但没想到经过这个几十年来之后 他们居然现在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2020年的营收 是38.8亿 2022年的营收 已经冲到85.9亿 然后目前第一季的这个 在手订单有118亿 所以已经超越去年的 总体的这个营业 你就知道说成长力道相当相当惊人 那刚才芝余提到说 这些人帮助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也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交互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我们讲这个彭毅公司来说 其实这个马卫说 他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是代理这个助友的化学品 那助友化学品来说 那当时他的主要客户是四大半导体 他还不是台积电 他一开始是四大 四大集体电路我们知道说 成立者就是张汝金 那后来2000年 四大并入台积电 然后张汝金就出走 到中国去设立中心 那张汝金到中心之后 他就说那以前这个彭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他就邀请彭毅跟助友 一起到中国去设厂 所以等于是说 他很早就切入了中国市场 那很早切入中国 所以后来他跟中心也是重要客户 包括说后来也有 这个接到武汉弘芯 进华一大堆的这个晶圆厂的状况 好那比较大的转折有两个 一个是2009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个无城市的大厂 就专门盖无城市的 盛辉他并购了彭毅 所以他变成是盛辉的子公司 那同时之间来说 他们等于是可以互相合作 盛辉盖这个外壳的这些设备 那我就有一些私事设备 还有化学品的这个设备 然后他2020年的时候 他又入主这个瑞泽实业 这个瑞泽实业是做什么 做气体 所以等于说你可以看到 盛辉加彭毅加瑞泽 他们有化学品 有气体 有私事设备 然后还有盖这个厂的外壳 所以等于是上下游 把它整合起来的一个状况 那么下一步要跨入什么 绿色制程 我们知道气势上 现在都有所谓的R1-100 这样一个联盟 大家都要用所谓的 低碳的工程 那么未来要切入这一块 低碳的相关的设备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彭毅 真的非常厉害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提到吗 他找了很多中国大陆的客户 对不对 有中芯 有红芯 然后还有福建进华 结果没想到 他这几年连续踩到地 因为为什么 中芯很多厂 他原本要盖没办法盖 你下个月的订单就没了 那五万红芯更不用讲 他说他刚下单没多久 五万红芯就倒了 那怎么办 还有福建进华 他也是一样被美国 被美国起诉之后 他就没办法做D-Rain 但是你看 他即使是踩到这么多地 他还是能够挺过 所以显见 他的体质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可见是不是毛利很高 对 当然毛利高 因为这个代理这些设备 私事的设备 目前是最夯的 特别是私事设备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不是Cowars的缺货吗 其实Cowars的晶片里面来说 需要非常多的私事的设备 那台湾都有做 那除了这个彭义之外 我们再看 因为这个2009年的时候 不是盛辉并购的彭义吗 那我们要讲盛辉 盛辉其实也是国内 另外一家非常知名的无城市 大家可能想到无城市 就想到什么亚翔 汉唐 对不对 但其实盛辉跟他们不太一样 亚翔 汉唐 他们都是真正标准的 有在做 特别是汉唐 他都做台积电比较大规模 像汉唐的 像美国厂 日本厂 很多都是汉唐 真的派人到海外去 那盛辉他就说 第一个 我公司规模比较小 我公司规模比较小的时候 我就不要做这种 大规模的工程 因为大规模工程 对我的财务压力 或是我要调度上面 都比较困难 所以他就说 那我就不要做 那人就说 那你难道不能做台积电 他说我也做过 谁说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有做过 只是说我觉得 我们不要跟这些大厂竞争 他区隔一下 对 我们走不一样的路 所以他就说 那我不要做那种超大型的 我做那种中型的 或是有特殊制程的 譬如说你看 他有盖谁的厂 大力光 还有包括说像Google 还有国具 还有同心电这样一个工程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 你想那大力光 为什么要盖这个无城市 我们知道其实大力光 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大力光 他做了镜头 他就是用半导体规格 对 他为什么要做半导体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镜头的精密度非常多 特别是他有所谓的 7个镜片堆叠的 如果你只要一个镜片稍微偏差 你这个画质就不对 所以他要要求无城市 要里面的设备不能够震动 比照这个所谓无城市 半导体制程 所以大力光才会做得那么好 那他就说 因为我们不要走那种大公司 我们都接种小公司 所以毛利其实也是不错 那工程比较灵活 然后工期比较短 这样一个比较符合他们 另外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know how 其实半导体的这个 或是说这个无城市 有非常多管线你要做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推一个叫做师徒制 就是可能我师父手把手教你 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起来做这个 比如说这个管线的铺设这样 他就说因为师徒制的关系 留任率高达8成左右 另外一个因为 这种无城市里面有很多新的设备 虽然他投入非常多在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的成本 他说也是这个同业的10倍以上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因为他不断的投入 不断的这个人才流动也非常低 所以你看每个员工的这个产值 两年增加33% 所以等于说他用这个留住员工 然后走一些利基型的产品 然后让他目前为止 也可以维持高获利 你可以看到他每股 每股的EPS其实是满高 大概都十几块的这个数值 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 另类的隐形冠军 主码 部队桥